在今天傍晚的時候 總統蔡英文她去視察了被動 但是因為之前大家覺得說很奇怪 包含侯友宜 也呼籲了很多次 希望總統是不是到第一線 來看看醫護人員的情況 了解一下真實的情形是如何 但是5月22號這一天 到新北參加黨內選舉投票 但是她就是沒有去規劃 視察防疫的行程 所以大家說她是 過疫情而不入 在今天她終於是到了北農 為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加油打氣 但是剛剛董哥有講說 她也是滿賊的 為什麼在趁著人家 柯文哲去鋸個的時候 到了北農 但結果她只能要誰 就是副市長黃珊珊來視察 待會兒我們這個部分 有最新的訊息 也會一筆來告訴你 不過我們先來看到 就是今天的有42人死亡 中重症加了251 那麼目前重症的死亡率是78% 這個重症的死亡率 其實都一直徘徊在78 79 80 但是現在可能接下來 有可能他會降得更低嗎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陳時中今天講了 他說重症的標準太嚴格了 數據恐怕是偏低 所以現在要找專家來討論修改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意思就是說 重症的人太少了 所以他要把這個分母變大一點 當然這樣看起來 如果死亡的話 他是不是死亡率就會降低一點 介大師怎麼看 這就是玩數字遊戲 意思就是說 寬裂一點這個重症 這樣子重症死亡率就變得 降到75 70 這個都沒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這個你重症 或者說是輕症 中症 你這個有國際認定的標準 你就按照國際認定標準就好了 什麼叫 可見他過去這種標準都自己隨便定 而且我們的黑數這麼多 我覺得他現在把這些問題 顯現出來的問題 他想去掩飾 我覺得這是最不好的 你有顯現重症死亡率比較高 你就要用科學的精神 去找出原因 找出答案 沒錯 有的人是說我們投藥投得太晚 對 我們投藥投得太晚 而且投藥投太晚 還有一個就是習藥 不願意把藥分出來嗎 就是覺得他的標準太嚴格了 太嚴格 就是有藥為什麼不給大家用 還是說根本沒藥 這很奇怪的一個邏輯 他現在用藥標準這麼高 你說醫生都不願意惹 自己惹麻煩 對不對 你現在看得虎視眈眈的 對不對 你把這些 你到底是不是到了80萬劑 還是只有20萬劑 可是我們的投藥比例 我們要跟其他地方比 是不是偏低 如果偏低的話 事實上他就應該要放寬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調整的 不是讓這個統計數字好看 而是要讓真正的問題能夠解決 不是說修改這個 什麼重症的標準 以後讓你的重症死亡率 把它變低一點 而是應該你要把你 目前整治的方式 整個防疫還有這個整治以後 各個每一個細節去分析一下 我們為什麼重症死亡率比較高 跟其他鄰近國家的來比較一下 如果說我們的這個投藥 是別人的一半的比例的話 那你當然就會找出原因 所以原因根本就是前面 就是投藥的問題了 投藥的問題 你錯過前五天的時機 對 你就再投藥也來不及了 而且現在你的年齡是65歲 65歲還有一大堆標準 我想我們的醫生基本上第一天醫生 他基本上他都是很負責的 我是覺得應該給醫生更寬大的 更寬闊的空間 讓他去自由裁量 然後在救人的時候 不會被這些標準是束手束腳 你如果說你這些標準 是為了省錢而定的 或者因為你藥品不夠而定的話 那就是你陳時中要負責了 好 我們看到 今天的這個死亡人數當中 有一位是20多歲的 他們都是有一個一死一重症 他們都是有一些 神經系統的疾病 另外還有就是死亡男性 膽異之後 肺炎病 呼吸衰竭 沒有打疫苗的情況 但是現在看到 醫生沈正南就說 台灣的高峰 他預計會是在5月底之前會到來 而到時候的增峰值是16萬 今天陳時中有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就說沒有那麼高 所以看起來就是他的回答 其實有時候都讓人家 覺得有一點三條槓 就是覺得太回答 這滿乞丐 那有人就問說 那疫情什麼時候 是不是算平穩 因為我們看到之前 都是8萬多 前兩天還有6萬多 當然可能是週末的關係 所以他那個數字也稍微掉下來 但是現在看起來 還是都8萬多 那今天怎麼看 陳時中認為說 疫情平穩是自主防疫高 是怎麼看 現在講說這個數字已經到達高點 或者是說現在的數字 已經是真實的數字 我覺得大家都很難相信 為什麼大家都很難相信 因為我相信我們周遭 應該有很多親朋好友都確診了 而且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確診的親朋好友 因為嫌PCR要等太久 所以他沒有去做PCR通報 因為嫌到了醫院去就診 也不會拿到特效藥 也沒有抗病毒的藥物 所以他乾脆也不去醫院了 所以這些通通都是 沒有通報的確診黑素 目前這樣的黑素 還是充斥在台灣的社會的 每一個角落 光在我周遭我所認識的朋友 大概有一半以上確診者 都沒有通報 所以他們通通都是屬於黑素 但是我的問題要回頭來說 如果政府希望黑素降低 只有一個辦法 除了現在我們所推動的 快篩陽就等於確診 我們讓確診的流程 變得更順暢之外 接下來我們必須要更廣泛的 來進行投藥 就投藥的門檻要降低 投藥的據點要變多 要讓民眾養成習慣 我如果一旦確診 我儘快拿到抗病毒藥物 不管我是輕症或者是無症狀 我都要服用避免成為中重症 當政府能夠全面的提供藥物 而這個藥物不予匱乏 不會像現在給的這麼吝嗇小氣 這麼麻煩的話 時刻 那麼民眾就願意到醫院 到診所 到這個篩檢站去領藥 他們才會有通報的確實的數字 對 沒錯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 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 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